一个女人却让福尔摩斯惊叹不已 一张相片竟让皇帝亲自出马 多次以容终在最后破解谜题 扑朔迷离的线索背后 隐藏着何种皇室秘密 一同走进本期故事 观众老爷们好啊 我是默默 开看一部老的9.6分悬疑音剧 《福尔摩斯历险记》 作为看过柯纳德尔小说的原著党 主演杰瑞米·布雷特 是我心中最贴近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 一举一动一鸣一笑活灵活现 废话不多跟随默默的脚步 一同参与福尔摩斯的冒险之旅 波西米亚丑闻案 熟悉的贝克街灯火阑珊 华生因为行医离开了数日 回到家呀 吵吵的与哈德森夫人寒暄几句 心却飘到了楼上的福尔摩斯呢 蜷缩着身子望着壁炉 抽屉内的针管出卖了他 华生美好气地询问 马菲还是可卡因 为何如此戕害自己的身体 福尔摩斯却空洞地继续望着壁炉 聊聊几句却道出福尔摩斯的性格 自我欣赏冷漠而空洞 毕竟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私家侦探 一封客户委托信 福尔摩斯想听听华生的见解 华生说到没有日期签名地址 除了夸赞福尔摩斯支持 华生只能看出这是个男人的笔迹 哦对了 纸张还挺好的 福尔摩斯寻寻善诱 看看纸张的上部 水印 一击 PGT PGT就是德国纸业公司的缩写 而一击就是埃格利亚 埃格利亚 这是个讲德语的国家在波西米亚 根据洛款结尾语法应用 这是个德国人 窗外的车马身打断了思绪 两匹骏马 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 看来这次的案子有赚头 片刻脚步声靠近 响亮而又带着权威感的扣门声响起 男人转身衣着华丽 袖口前巾香热高皮滚鞭 一颗红宝石夺目亮眼 福尔摩斯向男人介绍着华生 男人似乎只想单独和福尔摩斯交谈 却被福尔摩斯拒绝男人只好作罢 却说道此事二位必须守口如瓶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 恳请陛下屈尊讲述一下案件 福尔摩斯说道 男人从椅子里弹了起来 激动到难以自控 近乎绝望地摘下面罩 华生瞬间站起 福尔摩斯却在低语 您未开口我已察觉 您就是威廉·格特莱·西吉蒙·冯·奥姆斯坦 卡塞费坦大公·波西米亚世袭国王 名字太绕口了 以下咱简称国王 国王重新落座 说道大约五年前还是储君的他 认识了著名女冒险家艾琳 华生拿来了资料 女帝因现居住伦敦 看来陛下是准备将当年的信件弄回 福尔摩斯的话让国王有些惊讶 一番公心国王彻底放弃了撒谎 说出了真相 当年王储你弄我弄 歌舞轻盈互生情愫 共拍甜蜜照片 如今国王家人远走 照片遗失 怕会下周婚礼 福尔摩斯追问 没人找回吗 国王叹气 告知试了五次 一无所获 现如今 要镇子联姻纳威亚国王二公主 怕艾琳拿出照片回我亲语 福尔摩斯低语 还有三天婚礼 可我正好还有别的事情 国王起身 三百磅金币 七百磅钞票 华生再次起立 福尔摩斯连忙靠前 拿上艾琳地址 带国王离去 福尔摩斯云淡风轻 等会儿 是谁说最近有事的 哎 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画面一转牙 隔日 鸡毛小哥抽着闷烟 马舅旁与人谈笑 刷马顺毛 时间一晃而过 福尔摩斯摘下了假发向华生说着故事 自己假扮了马夫了解了情况 所有人都说着艾琳倾国容颜 只有一位男性律师与他交往频繁 不知是情妇还是客户 只知道坐在场以外 就能听到钢琴声伴着天使般的歌声入耳 还没来得及享受 便看到一位绅士急促地敲门 进屋半个小时 两人略显兴奋 在等律师出来时 看起来比来时还要着急 一席听见他要去教堂 福尔摩斯正犹豫是否跟随 艾琳探出了身子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琢 如沐春风撩动着福尔摩斯的心弦 嘴角上扬 女人却上了马车 也赶去了教堂 神父与二人说道 你们来晚了 律师却注意到了下面的马夫 喊他上来证婚 此刻艾琳已是有夫之妇 仪式完毕 艾琳喊了马夫表达谢意 给了一枚金币 福尔摩斯婉拒 不收小费 女人却说道 就当是个纪念品吧 于是这枚金币栓在了表面上 常伴福尔摩斯身边 不过呀 时间还剩两天 福尔摩斯这次需要华身帮忙 换上另一个造型 赶去艾琳家门口 小伙伙们争先恐后 为了赏钱接下艾琳 却引发了混乱 老者上前制止却被打晕在地 艾琳让仆人带他入房内 帮他治疗 老者觉得有些闷 仆人打开了窗户透气 此时华身扔入了烟雾档 老者惊叫着火了 艾琳打开闭珠按钮 正准备按下 却看到了老者眼光 盖上了闭门 老者告辞离去 路上卸下了伪装 福尔摩斯开心不已 他知道了照片在哪了 一个女人认为他的房子着火了 出于本能 他会立刻冲向他最珍视的东西 已婚女人会抱紧孩子 未婚女人会抢夺珠宝 欢歌笑语 两人来到了家门口 开门期间 身旁闪过一人问好 隔日带着国王来到艾琳房内 还没敲门 门却开了 女仆说道 艾琳小姐知道三人到来 她与先生已经离开了英国 再也不会回来了 国王直呼大事不妙 福尔摩斯三步并着两步 打开了壁棍 好在照片还在 还有一封信 福尔摩斯脱帽 读着信件 上面写着 干着漂亮 福尔摩斯先生 直到火警前 我一点没有怀疑您 但您知道 我本就是女演员出身 昨日对您说了晚安 可否睡好呀 现如今出国躲避国王 至于那张照片 请您的委托人放心 我爱上一位比她强的人 她也爱我 我保留照片 只是为了自卫 而留下的照片 给她做个念想 福尔摩斯接着说着抱歉 自己没能找回照片 国王却打断了道歉 因为现在那张照片 和被烧的一样安全 国王准备将戒指取下 赠予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拒绝了 只希望能留下爱玲的照片 Ending 爱玲的案件 是福尔摩斯为数不多的 失败的案子 曾经的福尔摩斯 常常嘲笑女人的治理 而这次他败给了这个女人 却因此给我们 打开了推理之门 不知道这个福尔摩斯 你们是否喜欢呢 我是沐沐 那我们下次冒险再见了